第25屆金曲奖周六登场 歌王宝座竞争激烈 经验入围名单清一色都是创作歌手 最后讲落谁家备受关注 以自己的原住民名字 作为专辑名称口为六年居酒 创作歌手庄军乐台推出作品 回归自我 全店新名居座 最橘白的歌词 唱出最返回家乡的渴望 有点不想回台北 幻想的修养老药 在花脸买一块农地 养几种田 看似花飞花舞飞舞 滔滔江水流不住 一身豪情装吃铁鳄骨 原来英雄是孤独 辞取创作富有新意 全拿下金曲歌王的周华健 亲自作曲 在前张大圈里 文言文填词 中国的传统文学 结合上流行音乐 是华语乐坛的创新制作 这剧创作与商业戏 凌军节第四次闯关金曲歌王 除了拿手的抒情歌曲 以及五月天阿兴的合作 黑暗骑士 凸显得歌曲的戏剧张力与层次 专辑的曲风相当多元 第一位以嘻哈歌手的身份 入围金曲歌王淡宝写歌 颇信似我 嘻哈歌曲少了批判 多了反思内战的心情 给予台湾嘻哈音乐不同面貌 记得 你的眼睛将会亮着 我的手臂将会挥着 谁说世界早已没有选择 也是就入围五个金曲奖项 大陆歌手李龙浩 来势汹汹 独特的唱腔 创作风格 兼具R&B 长春风 其他不同的曲风 从歌坛老将到新秀 都有入围 金曲歌王竞争激烈 到底最后谁能选出 就看金曲评审怎么定夺 这期不如就今天 拜拜不如Monday 今天好呢 有听电视整理报道